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包明 体现美国利益 伤害中欧合作 欧盟的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条例修理案搁浅 欧盟打算搞对华去风险 但是陈元国的态度并不一致 如今的欧盟领导层已经被美国完全控制 以主席逢德莱恩为首的欧盟头面人物 完全代表着美国的利益 法国和德国是欧洲的大国 他们不愿意把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 完全交给欧盟处置 因此法国和德国对欧盟的去中政策进行了抵制 但是即使美国自己的去风险战略 已经搞不下去了 公开放弃了 美国也不会允许欧盟放弃对华脱钩 欧盟委员会换了一套说辞 要求审查欧盟国家与中国的科技合作项目 防止对中国军工科研或解放军的战斗力有促进作用 欧盟还表示要协调陈远国的行为 防止内部发生抢地盘战争 那各方斗争的焦点是什么呢 2020年10月特朗普政府的任期进入了倒计时 欧盟启动实施所谓的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条例 条例的目标是审查外国直接投资 一方面要阻止涉及军警领域的投资 另一方面也要不会影响外资的整体流入欧洲的规模 2020年10月欧盟发布了外国直接投资审查年度报告 认为六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地是美国 英国 中国 日本 开曼群岛和加拿大 主要涉及制造业 包括能源 航空航天 国防 半导体 健康 设计处理和层储 通信 运输和网络安全 听起来都是高价值的前沿领域 到了2023年7月 欧盟发布《经济安全战略》 成员国需要对经济安全风险达成共识 在这个背景下 欧盟委员会打算 修订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条例 在2023年底提出修订案 法德国家所抵制的正是这个修订案 为了通过修订案 欧盟产业竞争问题负责人 马格丽特·维斯塔格表示2000年到2022年 欧盟大学与中国军事机构进行了近3000次的科学合作 阳下之意 这是要收紧中欧之间的科学合作 这个说法是非常具有欺骗性的 首先 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条例卡住的主要不是中国投资 而是美国 欧盟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 在现有机制下 2022年审查的所有投资中 有32%是美国投资的 只有5.4%来自中国 也就是说是中国财团 而不是中国投资人在收割欧洲的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 马格丽特把矛头指向中国 显然是要进一步方便美国人的收购 这样的修订 法德等制造业和科学大国当然是不乐意的 其次 时至今天 中国国防工业已经大面积大幅度超越了欧盟 在国际市场上多次表现出强大的竞争力 但是欧盟还在执行臣服不堪的对华武器禁运 所以欧盟国家从法律上就不可能与中国军工 解放军科研部门搞军事技术合作 而马格丽特的说辞强调了军事机构 这就把一些基础科学非军事科学相关的研究也囊括进去了 比如说 欧盟军医学机构也是要搞研究的 有些研究涉及到传染病 基础病 如果在这方面开展中欧合作 并不具备军事硬途 但马格丽特搞这样的文字游戏就显得耸人听闻 另外 德国航天局与中国载人航天机构开展的空间搭载实验 中国和法国在海洋摇杆卫星的研制和使用方面也有合作 这些完全是开放式的 基础性的研究 内容也完全公开 但中国载人航天的很多具体的业务是由军方负责的 这里面包括发射场 测控 回收着漏等等 按照马格丽特的说法 这是与中国军方 军事机构的合作了 所以 修订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条例 很可能会导致中欧科学合作的前面中断 法德这样的科学大国 工业大国当然是不赞成的 特别是德国 汽车大国正在寻求对华合作途径 搭上新能源的顺风车 如果德国同意了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条例修订案 必然会遭到中方的对等的报复 德国要想在中国寻求技术和市场那就困难了 由于欧盟主要国家反对 欧盟委员会只得暂时放弃这个修订案 新闻报道说 修订工作可能要推迟到2025年才能完成 但是特朗普可能在2025年再次上台 这个修订案将面临极大的变数 中国还是和单个的欧洲国家进行双边谈判才更有意义 好 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